其實主要是一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二的話就往下跑 那往下跑如果是碰到不同月份的就 就不要往下跑就離開了就對了 然後全部做完之後呢再把禮拜六禮拜天 換不同顏色 這樣就結束了 底下頂多就是多一個清除 清除就是把格式先拿掉 再把裡面的字拿掉 把裡面的資料拿掉 當然這個是最最我想應該最快而且最方便嘛按下去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想公司要怎麼下的 OK那很多工作其實就是這樣來 當然前提是你需要先對於你的工作的邏輯要很清楚 所以很多時候 難免還是前面要先知道那個整個流程然後再慢慢規劃 那我們來看一下首先再來 剛剛講到第二個問題說如果禮拜六 我希望給他一個顏色 那什麼樣顏色呢 也許是一個那個比如說 淺綠色的底 再加深綠色的字 類似像這樣子 那以往的做法 你沒有更快的方法 你就知道可能用複製格式吧 該會吧 而且複製格式還有 點一下跟點兩下的差別 該都知道吧 有沒有他這邊會出現點兩下的話呢 可以讓你不斷的複製 有沒有他不會 消失嘛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可是這樣要點五十二次 我想應該你 應該你應該覺得這個應該不是更好的方法 所以呢 也許你會放棄這個方法 那禮拜六禮拜天最快 其實 第一個 游標放A2 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Shift向右向下指的是全選的意思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向右是這個範圍的最右邊 向下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它會整個選起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條件格式化 新增規則 那什麼規則呢 我應該各位都有用過了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什麼最大最小什麼 不過我們這邊呢 它也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 它是需要知道 禮拜六 禮拜天 那禮拜六禮拜天 這裡面根本沒 好像沒有 其實裡面只有什麼 使用公式 公式 那這個所謂的公式 你可以拿Israel裡面的函數 在公式裡面 給它一個邏輯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禮拜六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week day week day OK 刮鬍 那後面的話 你會需要一個範圍 不過你不可能說 從頭到尾 都什麼A2 一直到哪裡了 其實他知道說你 這樣麻煩 所以呢 你只要給他一個儲存格 也許一般是指向 左上角那一個 左上角那個是什麼 就A2嘛 所以 左上角那個A2 給他就可以了 如果A2 等於多少呢 等於7 等於7 A2指的是全部 也就這個範圍裡面 A2指的是全部的儲存 它會自動幫你全部完成 裡面只要有儲存格的 這個week day 它回來的值是等於7的話 特別說應該是這樣喔 然後前面會多一個等號 你不要習慣這樣的 這樣的用法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 觸的時候 那格式是什麼 就是 也許我們的那個 字的顏色 給深綠色 填滿的話呢 給淺綠色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按一下確定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還有禮拜天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它全部都幫我格式化 但是因為 禮拜天還沒做完啦 所以你不要取消 再一次 新增第二個規則 因為禮拜天的話呢 一樣用公司來決定 貼上一下 那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是把它改成禮拜天 應該是 1嘛 因為 記得喔 這個是美國人的觀念 你就轉一下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記 而且問題比較少 那填滿的話呢 就給一個 也許是 淺的 紅色啦 然後字的顏色是紅色 設置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把這個地方 加上去 然後按個確定 OK 把優標點離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的話呢 我們格式很快就做出來 所以如果剛好 因為剛好這邊的需要是 我們會需要用到那個 Webday來判斷 儲存格裡面的值 是禮拜六 還是禮拜天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在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就用新增規則 裡面的這個 使用公司來決定 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 你要把這個 這些規則拿掉的話 記得你可以 清除 或者用管理 管理裡面的話 這邊的話 你可以這個 這個工作表 預設 目前選舉 應該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 你可以再把它做 刪除規則 它就可以拿掉 因為你如果現在 想要把裡面的格式拿掉 你即便在這邊 去變更 用其他的那個色彩 你會發現 都拿不掉 記得好像你怎麼改 你會發現 自改 改成黑的也不行 我底下填上紅色 奇怪它就不理我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要重新變換任何格式的話 請記住 一定要怎麼樣 先把它的規則全部清除 清除整張的那個什麼 工作表規則 它才會恢復 原來的格式 它有點像一個 算是塗層吧 把它蓋上去 這樣子 可以特別注意 那你如果把它刪掉 它又恢復了 你可以看到原來的格式就出現 OK 那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VBA 當然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 也許就是 2015 假設我今天要把它變VBA的話 我可能會 等一下可能會 練習做就是 如何把 這個剛剛的動作 不要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而是用什麼 一個按鍵按下去 它全部都幫我做完了 然後呢 再學習一個按鍵 把格式清除掉 這個部分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如果你的工作表裡面呢 需要 做一些 某個條件 為初的時候 給它什麼 字形的 字的顏色 底色跟底色不同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部分來學習 只要是視算表裡面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先判斷一下 裡面的值是什麼 然後來做格式化跟還原 有沒有這樣子 OK 再來就是年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部分好了 就是 如何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設定完之後 請各位 等一下再複製一個 因為我要分成兩個 一個是綜合練習 一個是綜合練習的 VBA 兩邊是不同的 那你練習完之後 記得把再把那個VBA的那個 把它 改成那個設定格式化的時候 把裡面的規則清掉 因為我們要用VBA的時候 你不能裡面還有 還有那個格式化 這樣到時候你輸出 會發現 奇怪怎麼怪怪的 那個格式 都沒有辦法加上去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